百米高的巨浪呼啸而来 海边的游客却丝毫没有察觉 万千人民的幸福生活即将被巨浪拍碎 他们能在这场灾难中生存下来吗 今天莫为给大家讲一部韩国灾难电影 《海云台》 男主大直是一个船员 2004年印度海啸事件中他幸存了下来 但是因为他造成的意外 导致一个老伙计命丧大海 此前老伙售托他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小夕 回到老家海云台的大直 就因为这个售托一直默默照顾着小夕 不过他并没有告诉小夕 老伙是因为他而死的事情 转眼五年过去了 大直和小夕也是日久生情 一天大直终于鼓起勇气向小夕求婚 邻居小胖因为嫉妒大直 而告诉了小夕他父亲死亡的真相 知道事情的小夕拒绝了大直 两人心里开始产生隔阂 大直的弟弟小直是个救生员 这天他从海上救上了一个人 他就是富家千金小美 看到救自己的是个帅哥 小美立即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小直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初恋 与此同时一个富二代也看上了小美 一天富二代带着一群人把小直打了一顿 还骗他说自己是小美的未婚夫 这种话小直居然信了 还因此和小美提出了分手 两人正在被情索困时 海底发生了强烈地震 他们的生活即将因为一场灾难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画面转到一个教授 04年他曾经参加过印尼海啸的预测工作 当时的数据和最近检测到的数据极其相似 教授立刻向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 领导说你这只是推测并不准确 还是以经济发展为主 就没当回事 但是海啸不会给教授更多时间 没几日数十米高的海浪 向海岸边呼啸而来 楼房里的小朋友看到这个景象直接下呆 电梯里的白领惊慌失措 岸边的游客四散奔走 街道上人员车辆一片混乱 整个城市瞬间被巨狼淹没 小直所在的救援队立马出动 而他们即将营救的居然是小美和富二代 救援过程中 富二代不慎从救生所坠落 小直只有再一次下去营救 但这一次救生所出现了断裂 看了一眼已经安全的小美 想到自己是没救援人的使命 小直依然拉掉了自己的保险扣 坠入了大海 另一边大直带着小西在街道拼命的逃跑 可是巨浪还是无情的把众人吞没 为了活命 俩人只好往路灯杆上爬 大直拼命把小西推向高处 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了 幸好一个大叔出手 把大直拉上了另一个杆子 但不幸的是 大叔被广告牌砸倒 坠入了洪水中 生死之间 大直小西俩人抛开隔阂 说要活下去 要在一起 天台上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了这里 各路直升机赶到 人们为了挤进运输舱内 互相拥挤 教授和他的亲女也在天台 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得救 俩人拼命地挤向人群中间 舱内已经人满为患 直升机缓缓升起 但是教授的女儿还是没能进舱 最后还是一个老奶奶伸出手 抱起了教授的女儿 看到女儿得救 教授夫妇终于放心地相拥在了一起 等待被巨浪吞噬 灾难过后 大家聚集在一起 祭奠这次灾难中牺牲了救援英雄 小美拿出了小植唯一的遗物 捂住脸颊气不成声 大致和小西幸运地活了下来 她俩决定要结为夫妇 珍惜往后的日子 患难足以见真情 但是在灾难来临之前 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警觉 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悲剧发生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